我们时间来到早上7点23分 又到我们的气象时间 先看到今天的日期是8月13号星期五 那么目前台北市外头云测量稍微还是偏多一些 但是温度已经来到了26.9度 今天的降雨几率是60% 中午过后的时候山区的部分 还是有机会下起午后雷震雨的 我们先来看到卫星云图 赶快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其实今天呢还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 所以中南部地区还是会持续下着一些局部的短暂震雨 那么北部跟东漫部地区白天的时候 其实就是多云道晴这样的好天气 那各地的高温都可以来到31到35度 所以今天的温度又再稍微的上升一点点 那么没有下雨的时候 的确是会感受蛮闷热的 所以提醒大家外出要记得多补充水分 再来我们看到高温资讯图要提醒的 就是南投花莲以及台东的观众朋友 今天在中午的时候温度是有可能会来到36度 甚至36度以上 那就要提醒南投还有花东地区的观众朋友 外出的时候也要记得防晒的工作是要做好的 再来我们看到定量降水日报图 来关心一下今天的降雨范围 先看到中南部地区 其实是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 所以白天的时候就会稍微下着一些局部的短暂震雨 那么到了中午过后的时候 这几天都是会有午后热对流的一个情况 所以尤其是山区的部分 还有呢东部的平地 其实都是有机会可以下起午后雷震雨的 而且山区要特别留意 因为局部会有较大的雨势 所以提醒大家 没事是不要前往山区活动的 那么入夜之后呢 午后雷震雨都是趋缓下来了 但是要看到就是中南部地区 沿海这边 尤其是高雄跟屏东要特别的留意 因为还是会持续下着一些局部的短暂震雨 再来看到天气走势图 关心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 那今天跟明天都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 所以中南部地区都还是会有机会 持续下着一些这个局部的短暂震雨 但是各地其实白天的时候都是维持多云到晴 这样比较闷热的天气 那中午过后都有机会下起午后雷震雨 到了礼拜天 从礼拜天开始的时候 天气开始是稳定下来了 因为最主要就是太平洋高压的势力 开始增强了 所以各地呢 这个温度又会再度的往上爬 但是还是要留意是午后山区的部分 还是有机会下起午后雷震雨的 另外就是清晨到上午这段期间 中南部的沿海地区 也是有机会稍微下着一些零星的短暂震雨 最后关键字 我们要来提醒大家这几天天气都是比较闷热的 所以要注意一定要记得多补充水分 另外就是各地午后都有机会下起雷震雨 尤其是山区还有大台北地区要特别留意 可能会有局部较大的雨势 那么最后要提醒这几天中南部地区 还是会持续下着一些局部的短暂震雨 所以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攜带雨具 以上就这节气象资讯提供给您